娱乐圈的明星们的赚钱速度是又多又快 别说是顶流小生日进斗金 就连二三线的明星他们的收入都让一般人望尘莫及 不过这些明星除了演戏 陆综艺拿片酬拍广告代言外 还兼顾了其他的副业 像郑海 陈鹤 杜海涛和沙翼等 不少明星都开启了火锅店 他们利用资深的名气吸引了不少顾客 照样是日进斗金 有了闲钱就去做投资 本来是一件好事 不过却有些人不好好经营 餐厅出问题导致自己人设坍塌不说 还对消费者造成不小的伤害 尤其是做餐饮业的明星最容易出事 这部湖南卫视主持人杜海涛的火锅店 最近就因食品安全问题被责令整改 此消息已经爆出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 杜海涛为了消毒影响 于是他在7月8号就火锅店卫生问题发文道歉 表示会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自查自究 在杜海涛火锅店所发的声明中 他的团队所写的内容是因为食品加工区存在操作不规范 部分网友觉得杜海涛团队就是在避重就轻 在7月7号就有网友爆出杜海涛门店的食品加工区域不但有蚊虫苍蝇乱飞 而且还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 用一句话食品加工区存在操作不规范实在是太过笼统 杜海涛发文道歉并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 他本人也被众多网友斥责 造成今天的这种结果很有可能是杜海涛的品牌方没有做到实地走法 就连经营资质这么重要的问题都没有检查到 这是他们自身的问题 同时也能看出有关部门很可能没有做好监督 双方的不作为才是导致消费者饮食安全受到威胁的重要因素 在小编看来这次杜海涛被指责是他应得的一个教训 因为早在2018年7月13日 就曾爆出过亲人腹泻问题 彼时长沙的江小姐与亲友一同聚餐庆祝生日 他们就冲着杜海涛的名声选择了自主餐厅 7月14日江小姐及6名亲友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腹泻现象 江小姐立马前往长沙市中心医院就诊 最终被诊断出细菌性肠炎 当晚江小姐就诊后向餐厅反应情况 双方达成口头协议 餐厅赔偿江小姐及其亲友3771元 并约定7月16日落实大位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隔天餐厅就变了卦 理由是现在敲诈勒索的人很多 江小姐提供的证据不足 不能断定是在本餐厅的用餐才导致身体出了问题 江小姐一时气愤就在网络上公布了这件事 一时间舆论就炸了锅 由于餐厅负责人是杜海涛 长沙的本地媒体接连三天大幅报道此事 令事件进一步发酵 餐厅的出尔反尔引起大票网友不满 甚至有人在网上开始辱骂杜海涛 随着舆论的发酵杜海涛的餐厅迫于压力 最终在7月20日凌晨发表公开声明 他们在文中首先摘掉了江小姐碰瓷的帽子 并且道双方已经达成了共识 江小姐随后也删除了微博解决了这件事 对杜海涛餐厅处理事件的傲慢态度 其实不止这一件 早间有一对夫妻在杜海涛的餐厅用完餐后 在门口被突如其来的砖头砸伤女友 而且女方还是个孕妇 但餐厅在处理这件事情时 先是说砖头是墙皮脱落 服务员已经放到了地上 是女方自己从地上捡起来 但女方背部的伤痕清晰可见 餐厅转而又想以400元敷衍了事 不过他们在处理此事时 负责人没有道歉 消费者一怒之下找到了媒体 在经过媒体曝光后 消费者得到了1000元的赔偿金 其实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 前段时间陈鹤的火锅店 就曾因天花板掉落烫伤顾客 从照片中能够看到 这一片天花板还挺大的 落下来的时候刚好砸到了李女士的头部和右臂 而另一部分则落入汤锅 溅出来的热汤直接烫伤了李女士丈夫的脸部 起初消费者索赔30万 但店长认为他们的医药费顶多2万 于是拒绝了消费者的要求 不过双方在私下达成协议 妥善地解决了此事 以上的这些问题 其实都是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矛盾 有时商家与商家也会产生冲突 早些某火锅店的负责人 在微博上发长文向郑凯控诉 称自家辛辛苦苦进行装修设计的火锅店 被郑凯刚开张的火锅店抄袭 不仅是从装修风格 创意上来看 有相似之处 甚至一些细节上都有雷同质感 网友们看这两家店的风格 已经不算是雷同了 简直就像是复制粘贴 不过郑凯和他新开张的火锅店 又被人们热议了起来 但仅过了一天 郑凯和他的团队立即发出声明 称他已经注意到此事所带来的影响 目前已沟通专业法律界人士 行业人员及相关机构进行调查 如果调查后情况属实 将承担责任 并第一时间进行修改 同时该品牌公司向郑凯盗窃 也因为此次风波 确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最后双方约定 共同维护中国餐饮业产权 郑凯的这个态度 看来是所有明星副业的标杆 遇到问题先调查再解决 既保证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也能处理好此事 被侵权的商家想必是看到了这一点 心中才能够放心 此事才能够圆满解决 彼时也确实不少网友表示 是郑凯在为新门店做宣传 自导自演的一场戏 不过小编倒是认为 是真也好是假也罢 郑凯团队在此事件中的做法 确实堪称是某些明星的标杆 明星们作为公众人物 既然能利用自身的影响力捞金 自然会受到更多人的监督 无论是个人一言一行 还是自己做餐饮都要注意一切 尤其是食品安全与消费者的健康 每一个负责人更要把好关 要做到每个操作环节 都合规合法 这次杜海涛火锅店 被发现存在卫生和操作问题不合理 希望给搞副业的明星提了个醒 希望他们长点心 别为了钱而抿了良心 有关部门也应该加强监管 杜绝此类事件